为什么蝉到了夏天就叫个不停 哎呀 愁死了 休息一会儿再写吧 妈妈 为什么一到夏天蝉就叫个不停啊 他们是在吵架吗 他们可不是在吵架哦 会名叫的蝉是熊蝉 他正通过自己的叫声寻找对象呢 你好你好 看这里看这里 我比较顺 我比较顺 妈妈 那蝉在冬天为什么都不叫 只在夏天叫 难道蝉在冬天就不找对象了吗 你们好呀 太冷了 我们夏天再见吧 不是这样的啦 蝉不在冬天鸣叫 是由他们的生活习性决定的 蝉的生命一共有 卵 幼虫 成虫三个阶段 蝉的幼虫生活在土中 靠西食植物根部的枝叶为食 要等待几年甚至十几年 才会在夏季钻出泥土 爬到树上羽化成成虫 蝉成长为成虫后 寿命只有短短几周时间 活不到冬天 所以我们在冬天就听不到蝉鸣的声音啦 呃 可是 他们这样一刻不停地鸣叫 嗓子不会哑掉吗 蝉在鸣叫的时候 用的可不是嗓子 而是腹部的发音器 蝉的发声器就像一个大鼓 称作鼓膜 在蝉鸣叫时 声机收缩带动骨膜震动发出声音 声音会在盖板下的空间里产生共鸣 所以蝉可以轻松地发出连续而响亮的鸣叫声 想不到蝉居然是这么鸣叫的 真厉害 嗯 不对 我怎么还佩服起他们了 吵死了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嗯 好多了 谢谢妈妈